美国不惜代价在经济上优惠俄罗斯去对付中国 他一定是会抛出很多经济上政治上的利益 去引诱俄罗斯和中国 好 欢迎大家收看《系斯对话》 继续是施老板和威威的 施老板欢迎你 大家好 下星期普京和拜登会见面 究竟美俄关系会有什么改变 对中国又有什么影响或者威胁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一般人都可能会觉得俄罗斯 跟中国走迈的机会是会比俄罗斯和美国联合的机会的 但是我看回以前在六七十年代 中国还是毛泽东当权的年代 文化大革命都未完结的年代 那个年代照常理都是中苏联合多过中美联合的 但是所谓冰冰外交就是那个时代开始了 那么美国基辛格这些外交的高手就是趁美国冰冰球队去中国打一场球 所以美国就趁机就跟中国结合去对付苏联 因为当时美国主要的对手是苏联 为了孤立苏联 美国是不惜放下意识形态上和中国的分歧 都要去对付苏联的了 他觉得将中国从社会主义阵营那里 如果能够抽出来去对付苏联的话 就会有助他在冷战中胜出 所以美国就不惜放弃在政治上和中国的分歧 要拉拢中国去对付苏联 而刚刚那时候中苏的矛盾激化在边境 还有边境的磨擦 那时候出世的人也听过一场叫真宝岛战役 在中苏边界差点打起来 所以那时候中国就采取联合美国去对付苏联的做法 这也是后期令社会主义阵营容易解体的原因之一 那我为什么说回这段历史呢 主要是想大家注意一件事 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是国际关系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未必是唯一的因素 那有时国与国之间都说实力地位 现实政治的需要 会放下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 就是这样的原因我认为美国今天为了对付中国 它是不惜代价会和俄罗斯联合的 俄罗斯即是苏联解体后的一个主要国家 本来美俄之间矛盾很多 但是美国今天是愿意欺牲意识形态上的分歧 甚至愿意在经济上付出一些代价 所以拜登去俄罗斯呢 他在外面说 就说我会和俄罗斯说他要怎么样怎么样 俄罗斯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去做符合美国的利益 但是实际上去到俄罗斯呢 他一定是会抛出很多经济上 政治上的利益去引诱俄罗斯 和中国分离去配合美国的做法 所以我认为这个就是拜登去见普京的主要原因 美俄之间矛盾很多的 因为俄罗斯即是苏联解体后 很多国家其实都是被美国挖长脚分裂出来的 本来有几个国家是留在独联体的 独联体就是苏联解体后的联邦国家 有些是长期以来都和俄罗斯关系非常好的 像乌克兰、白俄罗斯 乌克兰已经被透过颜色革命 已经是反俄罗斯亲美的人当权 但是因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关系非常密切 现在西乌克兰就是亲美派当权 东乌克兰还是亲俄派 有地下政府有游击队和西乌克兰是对抗的 另一个叫克里米亚 这个以前中亚世界经常争夺的地方 由于里面的人大部分都是亲俄罗斯 说俄罗斯的塔弹人多 所以当西乌克兰变成亲美政府之后 他们是独立了出来的 而欧盟、美国都没有它负责 没有采取到什么实际的手段 你看看伊拉克战领科威特之后 美国是发动第一次的伊拉克战争 去将科威特恢复黄室的政权 但是在克里米亚 其实美国没有动手 欧洲更加不敢动手 最近就是白俄罗斯也出现内部矛盾 亲西方的反对派 是透过类似上次乌克兰的事件 在首都明斯克举行大规模示威 要求现在的总统下台 但是最后就是亲俄派 其实这个总统一度曾经想减少亲俄 但是当发觉西方扶植的不是他的时候 他就转回去亲俄 就镇压了那次示威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美国和欧洲 只是有经济制裁 也没有做太多具体行动 我相信到这一刻 美俄之间的势力范围 基本上是划清楚了 就是美国不会去移动 克里米亚 不会去移动白俄罗斯 甚至在东乌克兰 不听命中央的情况 美国也接受现实 如果在政治上 他基本上打算接受现实的话 他就会在这个基础上 和俄罗斯划清利益 划清地盘 这个现实我接受了你 我不会再踩过来的了 你要我接受这个现实的条件 就是不要再和中国走得那么迫 俄罗斯呢 所以我认为 俄罗斯 俄罗斯 这个美国立场 俄罗斯会不会呢 俄罗斯就一定觉得 美欧对他的威胁 比中国大 因为中国没有做过什么 去伤害他的利益 美国只能够承诺 以后不搞你 但是你之前搞了这么多 我也未曾受完 你现在是否这么容易呢 我相信就是 未必容易做得到的 以俄罗斯 这段时间的表态来说 他不会很轻易卖美国的仗 所以我认为 美国拉拢俄罗斯 美国拉拢俄罗斯对付中国成功的机会 是略少于一半的 明白 其实俄罗斯的态度 通常都是说是坐山观虎斗的 就是你们两个斗 我看到了 我在这里看了 但是俄罗斯 实际上是提供军事的武器 是给越南和印度的 就是他也是想用越南印度这些边境 就是制裁一下中国的 他又不是这么朋友 对中国 俄罗斯 对中国就不是这么朋友的 即使在苏联期间 就是 大家都叫做社会主义国家 兄弟国家的时候 他援助中国的时候 都要换取很多利益 而如果说领土上 旧是俄罗斯 这些战领中国的领土 就多于西方其他国家 即是你中国东北 上面海参威 很多以前都是中国地方 另外蒙古的独立 和苏联在背后 在那里煽动 都有很大关系 至于你刚才说 苏联和后继俄罗斯 都有拉拢中国的一些鄰近的国家 和中国对抗 就是印度、越南 现在印度、越南 就像美国的比例开始增加 以前 苏联是拉拢印度 越南 对抗美国 当然也是 有分裂他们和中国的友好关系 所以你觉得 俄罗斯始终都会坐山观虎斗 而不会说 特别偏向另外一边 但是 俄罗斯 现在独立 是难对付美国的 所以他需要有一个强强的盟友 即是他与其 令到中国失去力量 他宁愿中国有力量对抗美国 所以那个取态 和他以前有所不同 明白 多谢施老板 的 谢谢大家